Hello 大家好 今天見到我 葛珮帆 還有我們有位特別嘉賓 你是誰 我是 葛珮帆的兒子 我是李林欣 真的想死 突然間這麼高 我們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你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邀請我來 你一定知道你做什麼才來 今天EQ和Annie都好 有些防疫物資 派給一些長者 我們在這裡是仲安邨 是的 仲安邨的長者 和Annie就贊助了飯盒 派給一些公公婆婆 所以我覺得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一定要來支持一下 好了 首先我就要澄清 不是我是贊助的 我很怕帶這個光環 就是我們全香港 甚至乎全世界 我真的可以這麼說 的華人的善長人勇 是的 他們捐的錢 我們只是出一份魅力 將他們這一份善心 就帶到社會不同的角落 是的 主要就是服務的獨居長者 有需要的長者 還有低收入家庭 我們今天就很多謝 郭佩帆議員幫我們安排到 馬灣山仲安邨的老友記 可以有一盒很溫暖的飯吃 我當然是很多謝Anne 大家都知道Anne 空正牛肉飯 Anne出了名 人又漂亮 心地又好 上次我們就一起 派了些飯給長者 那些長者吃得很開心 今天我們有第二站 來到馬安山仲安邨 我的大本營 今天我們都遇了一些Anne親手煮的 今天煮什麼飯 今天是團肉拼雞翼 剛才煎熱壓住 有香噴噴的熱飯送給長者 另外我們也預備了一些防疫物資 這隻就是剛剛新鮮滾熱 我剛剛才拿到的 就是大家現在盡量避免不要用手去按電梯 那些這樣 所以這個就用來專門消毒按電梯 這個很好吃的 是很實用的 既按電梯 但其實它又有消毒作用 用完這支按電梯 其實那支按電梯還會消毒 挺好的 嘩 真棒 還有想趁這次兩位在這裡 又分享一下為什麼我們經常派飯 剛剛就和兩位警察朋友 他們都組成一個義工隊 服務深水埗 和九龍虎女會 那麼多次派飯 今次我的感受是最深的 因為我們今次做了一個深度派飯 就是派上樓的 但就不入屋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遲些疫情好一點 他們會訓練一些年輕人 進去做少年義工 和婆婆、公公吃飯 探望他們 所以我是舉腳支持這個戰舉 他們不會吃飯 可能要餵了公公、婆婆吃飯 今天在我們派飯的途中 就看到一個婆婆打開了門 坐在那裡 我們最初都以為她在收拾東西 但是她很小聲的 可不可以拉我起來 然後我們才知道大劑 原來是跌了落地 整天沒有吃過東西 起不了身 所以一時大家都呆了 我是女士 所以我就出盡狗牛耳虎之力 扶她去身 然後去廁所 因為褲子弄濕了 幫她換褲 把褲子弄熱一點 給她吃 我們後來都檢討了 今次的派飯 就是說 真是幸運我們經過 而幸運她也沒有關門 你試想想 如果她是關門的話 跌了落地 接著就失救 就鑑沙餓死 我們那晚是很深感受 所以為什麼 這麼鼓勵大家身邊 去趁著這個疫情 現在這麼冷 因為老人家冷 可能手腳又會比較遲鈍些 輪盡些 很容易跌倒 所以就算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物資給他們都好 在你旁邊 左右那些老人家 都盡量去 時不時看他們是否可以 有沒有追蹤這件事 就是有沒有追蹤婆婆 現在的婆婆怎樣 就是有沒有 再去找她 再去看她 有 那一晚就說 她的兒子9點會回來 所以我們都放心 而且那晚的義工 都會找到她的兒子 就是我們是確保 她的兒子會在 是的 就是我們都怕她會說謊 是的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尤其好像這兩天這樣 天氣突然冷 其實長者真的需要特別關心 有些長者 又不開窗 又穿很多很多衣服 其實可能 那些血管 都是困得太實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既要關心長者 虛寒問亂 又要看一下他們 有沒有什麼需要 所以我們一向都很關心 地區的長者 我亦都鼓勵大家 無論是你身邊認識的長者 打個電話問候一下 尤其現在這段時間 又不見得 又不可以一起吃飯 現在做東也可能 不可以一起做 但是隔壁論社 街坊 大家都互相守望相助 其實都是重要的 你拿著說 那你都認識這班警察義工 我經常和他們一起去 還有我想多謝林欣的月餅的那個保暖袋 你知道我們那天有圖體有圖為職 我們那天就是拿著你的保暖袋 去裝著飯送給公公婆婆 我以為你們那些公公婆婆婆很冷 你們把保暖袋幫他暖了一些 因為我經常都有去拍的 那我不知道 原來你剛才又認識了Tony 好啊 下次就一起去 我也鼓勵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我自己年紀大了 原來我都需要人關心 我聽到我的子女 我的子女很小時候 關心我一句我自己都很窩心 所以我也關心你們 所以鼓勵一些年輕人 多些做善事 多些出去派一飯 做些有正能量的事 是啊 其實全洋正能量真是很重要的 過去這段時間其實 香港真是充滿負能量 其實最不開心的 就是見到有些年輕人 又或者其他的市民 好像突然間失了志 本來香港人個個很有愛心的 突然間都充滿仇恨 所以這個就是不要得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社區 都希望宣揚愛心和正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 沒錯 好 那我們看看派飯的花水 好啊 等會兒 再見 再見 還有